虽然现在坐飞机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关于飞机我们还是有很多秘密不知道 比如说在空中与小鸟相撞并不一定会发生事故 而在飞行过程中保持关灯其实是为乘客的安全着想 今天由于就为大家盘点五个乘客从不知道的飞行秘密 鸟类撞击 担心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因为和小鸟相撞而发生事故吗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恐怖 根据调查只有5%的鸟类撞击事故会导致飞机损坏 真实的飞机玻璃非常厚而且足足有三层 别说可以承受住一只鸟状来一只鸭子也完全没有问题 秘密卧室 这个秘密是关于长途飞行的飞机的 长途飞行上的工作通常是轮班的 一部分工作人员工作其他工作人员则可以休息 那么他们在哪里休息呢 在飞机驾驶舱后面有一扇小小的门 打开后首先看到的是一组紧凑的阶梯 走上台阶就能发现飞机上竟然还有这样一间秘密卧室 这个卧室空间并不大 但看起来非常舒适 下次坐飞机时 如果你碰巧在头等舱 试着敲敲头顶的天花板 没准就有人回答你 关灯规矩 乘坐飞机时我们需要遵守很多规则 其中有一项就是他们要求熄灯 难道亮着灯会对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产生影响吗 首先需要明确 飞机上大部分的设计都是为了乘客的安全着想 人的眼睛一般情况下需要10到30分钟才能适应黑暗 熄灯就是为了让乘客在遇到紧急着陆需要疏散的情况 能够更加安全快速的在黑暗中找到紧急出口 所以在飞机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使灰 飞机的尾巴 当我们抬头观察飞机飞过的天空时 会注意到飞过的飞机后面总是会跟着一根白色的尾巴 小兽严幼无知 认为云就是飞机造的 这些尾巴就是证据 有一些阴谋论者声称这是秘密政府想要毒害人们而散播的毒气 但实际上 这些白尾巴只是飞机当中喷出湿热的烟气 与高空中的冷空气相接触而形成的 原理和我们在寒冷的冬天哈气是一样的 冰雹的影响 冰雹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冰雹个头小一点也还好 但是下鸡蛋那么大的冰雹 那简直连门都不敢出 无数个这鸡蛋那么大的冰雹 以每小时885千米的速度 狠狠地砸向大地 简直就是噩梦 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更糟的 那就是让正在飞行的飞机遇上了这种情况 一架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就遇上了这些大冰雹 这其实有问题不大 毕竟飞机如果连这种能想得到的情况都承受不住 还怎么在天上混 只是这些冰雹的威力实在是有些夸张 由塑料制成的飞机头部的锥体损伤倒是不大 只是它将飞机玻璃砸得满是裂纹 能见度太低 飞机只能选择紧急降落了 听说潮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 灵不灵验 有一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